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的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纵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因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 土耳其小哥 何浩在高中毕业后 从爱琴海 来到千里之外的 陕西西安求学 让何浩没有想到的是 原以为很难习惯的 当地风土人情 却在接触后 让他从此无法割舍 我2014年9月15号 到了中国 然后过三天就吃了 咱们西安的羊肉泡馍 然后就可以说爱上它了 就从那天到现在 我可以天天吃 然后刚好我也没想到 去一个老婆 她爸爸是40年 做这个羊肉泡馍的一个老板 然后我也 搓不掉过这个机会 我也要学一学 在西安 何浩收获了体重和爱情 也多了一份 对美食文化的理解 只要有空闲时间 何浩便会来到 岳父开的羊肉泡馍管理帮忙 何浩的岳父张建基 是当地一家 餐饮老字号的负责人 在看到何浩对羊肉泡馍的热爱后 他决定用自己多年的经验 给这位外国小伙 好好上一课 要吃到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 得从掰馍开始 当地掏客 动辄一两个小时的掰馍流程 曾经让何浩感到费解 然而在接触制作后 何浩才渐渐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门道 我们的羊肉泡馍 就掰馍要必须得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太大的这个这个糖 肉汤吸不进去 所以味道不香 这个是第一 然后肉汤 然后牛油 还有咱们的这个肉 很重要 必须得好好地要煮一下 煮一碗伤 12个小时多呢 掰好馍走进后厨 从切肉的部位 到配菜的多少 火厚的拿捏 岳父张建基详细地为何浩 讲解着制作步骤和要点 在他看来 一碗羊肉泡馍 承载着满满的饮食文化 马虎不得 他虽然说是外国人 但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家里人 是我们自家人 一定让他得学 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美食 一定要让他学会学好 走出去要展示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 在装修时 翁区俩一拍即合 在店里增加了不少土耳其文化元素 各种特色摆件 卡帕多奇亚风格的灯饰 雕塑 向人们展示着两种文化的交融 也缓解了和好的思乡之情 因为我的舌头已经 适应到这个味道了 我怕到时候回土耳其 我也感 吃不到这个味道 我已经适应的生活在这了 有孩子了 有家庭了 然后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店 也可以跟顾客 跟他们要聊天 跟他们交流交流 吃完一碗地道的羊肉泡馍 坐在巨大的土石烤炉前 何昊告诉记者 能在西安这个第二故乡 组建家庭 并且融入其中 他感到很幸福